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由古生物体化石转化而来的能源 主要成分为碳氢化合物 即其延伸物 煤 石油和天然气 是当今社会三种最主要的化石能源 第一 化石能源的形成 前面说到 化石能源是由古生物体化石转化而来的能源 古生物包括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三大类 其中植物的总量远大于动物和微生物 在植物种类中 树木乃植物之王 无论是从单个生物体来看 还是从生物总量上来说 都是树木最大 由此可以知道 化石能源主要来源于古树木的遗体 下边以煤炭为例 说明化石能源的形成过程 在地球终生代的侏罗纪 陆地上边当时生长着非常茂密的森林 后来地壳运动导致海平面上升 陆地上的树木被海水淹没 被海水淹没的树木 逐渐被微生物分解侵蚀成为泥炭 受燕氧镜作用 泥炭演变成赫煤 然后在高温高压作用之下 赫煤含碳量逐渐增加 最后成为烟煤和无烟煤 这就是树木倒煤炭的演变过程 第二 化石能源引起的问题 自工业文明以来 人类大量开采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 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 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成业萧和 败业萧和 化石能源的使用 也给当前人类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 首先我们来看环境污染问题 化石能源的使用 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 也就是二氧化碳气体和烟尘 严重威胁全球生态安全 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 具有高度透过性 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 具有高度吸收性 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 因而导致地球温度上升 这就是所谓的温室效应 随着温室效应不断积累 最终导致地气系统吸收 与发射的能量不平衡 从而导致地表温度上升 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现象 导致冰川和冻土消融 海平面上升 干旱和水患等 自然灾害的频繁和强度加大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同时 大量的烟尘排放 最为直接的危害就是雾霾 空气变得不能直接呼吸 出门要戴口罩 室内要安装空气净化系统 都是当前现实的环境污染问题写照 现在全球的能量功绩 90%依靠化石能源 化石能源为一次性能源 不可再生 如果不能开发可再生能源 全球将面临的能源苦解的危险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中国和世界化石能源除量情况 可以看到中国的石油 天然气 煤 又的除量 走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所以中国能源危机更为厌倦 好了 以上我们讨论了化石能源的形成 以及化石能源的利用 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这是本单元的第二节 关于木鱼化石能源